阿娇曾经在综艺中谈及爱情 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小心别人的人 而真心朋友却很难寻觅到 家人也会提醒你 那个人你要小心点 但是当时年轻我没有认真听 在很多场合回想到过去 阿娇也是多次落泪 阿娇也曾公开回应媒体 当年为什么没有阻止 传电影感谢粉丝 专门进行了一场半个小时的直播 但是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一部分无量网友不停地 在弹幕中发陈冠希的名字 阿娇看到后不知该说什么 全程表情尴尬 一直低头看手机屏幕 偶尔抬头说话 声音中稍带哽咽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 阿娇也因此付出巨大代价 不知道重新激起伤疤的网友 适合军心 希望网络能少点这样的网友 娱乐大宝剑八卦天天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映雪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 娱乐大宝剑 那就请多多评论点赞 也可以点击下方的关注 订阅我们 下次就可以第一时间 看到我们更新了 我们老板说了 只要你们多多评论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